跳低速口 腰不会弯的 这是重度催眠态 但是他重度催眠态的时候 自我意识完全就没有了 这个时候我们做心理咨询的人 没法跟他去交流 也没法信息植入 这不是我们要的 我们要的是中度或者轻度 那小蕾 小蕾当时进入的是一个轻度的催眠态 他的自我意识还在 他一直在告诉我 他看见的是什么 我看见了妈妈 但是他这个时候就清醒过来 他知道刚才他自己说了什么吗 他记得 他会记得 因为那些东西本来就在他内心深处 只不过在我的诱导过程当中 他把它一个一个真实的吐露出来了 在这个催眠的过程 我让他选自己最熟悉的一个场景 在那个场景里 基本上我发现了小蕾的退路 是什么 在这 妈妈在这坐着 他在那个场景里面 首先能看到小蕾 无所适从的那么一个状态 他走在一条路上 路的一面 路的一面 是欣欣向荣的 从各处集中在公车站的人忙碌的背着包 想去工作 往公共汽车上挤 但是小蕾不是他们中的一分子 他悠闲地走着 看着这面的所有的忙碌 所有的积极动机 每个人都在为了生活去奔忙 但是他的另外一面 另外一面是什么呢 然后另外一面是一个成年的去更复的光车 是那种退了兴那种 老大爷老大妈那种悠闲 很悠闲 在聊天或是在大女孩 然后还有很多孩子 那些孩子在做那个 按小蕾当时的话说 做那个现在比较流行的 蛇行滑板 有些老人在一生的拼搏之后很休闲 有些孩子在面临生活压力之前 在愉悦的玩耍 小蕾走在欣欣向荣的 生活的动机和压力 以及完全的休闲状态的中心线上 望左看望右看 我哪边都不属于 这个时候小蕾看到了一个老人 那个老坐在花园里 那个人白个头发 安静的 脸庞红红的 抹着七块钱的餐蕾油 继续走下去 顺着一条路 走到了家 走到了家那是一个很温馨的 很快乐的家 你站在那里面的空心之明 就是跑村一段 你想想的是什么 那就是 应该是 一会儿和我结婚 一会儿和我结婚的 摘菜 摘菜 土地亚 他做了饭是吧 对吧 他心不足满在那里 满在那里 小子满在那里 他带着生活了 对 也要带生活了 他带着自己的生活 应该是一种普通的那种